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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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什麼話 殺什麼話 想說勿萬說的我還殺不切 大家好 我是老師 今天我來到莊基 雙溪這裡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有一對兄弟在這裡專門盜茶花 在這個地方 成為台灣最大的茶花王子 我們來探討這個茶花上的命運 這一棵叫什麼品林 你知道嗎 這是藍蠻虹 藍蠻虹 它有什麼特色 它的花開出來看起來很飽滿 再來就說它裡面有花蕾 蜜蜂灰 肥粉 這些昆蟲都會化 現在我們看到香蕾在蒸 好天 好天我們大陸管這些昆蟲比較活躍 藍蠻 拆肥粉 有溫度也是火生長的時尊 這個品牌的茶花還有一個特色 它就是很高大 高到你會種在我們家旁邊 別種的 它就算是很高大 還算是很醜用 醜用就對了 日本花吧 對啊 這棵的日本花 日本花 這棵叫什麼名字 這棵叫荔枝荔 荔枝 在這裡水果荔枝荔枝 話說荔枝荔 荔枝荔 這所謂什麼種 它以前中國大陸來的品種 這差不多多久的時間 這棵也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的荔枝荔 這棵也叫荔枝荔 對 這上面這樣算起來也算很厚開花 會好開 老結花的包又好開 還好種嗎 好種 再來 荔枝荔枝 好種 再來它荔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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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紅紅了 市民鍔枝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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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 對 這種人很棒 現在在這裡看到這一棵叫荔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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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年以上 這一棵叫串花瀑布 是非常的會開花 這一棵花是開得相當多 相當的漂亮 古都珠香 古都珠香是單瓣零 它中間有花蕊 這一棵花的花瓣是桃紅色的 現在看到這一棵是奧曼金花茶 這一棵是奧曼金花茶 它是黃色單瓣 中間有花蕊 我們這裡種茶花 有多少品種 或是種的最久 品種種大概有多少品種 我開始說 我們這個大的茶花 有幾百種 以前我小時候 我們這些茶花 譬如說 比較傳統的 就三花肉 五花 這個有八六角 紅六角 紅手球 紅手 對 再來就算有七角 七橋 八美九曲 還有另外一個算 十八學生 十三太保 台灣的茶花 以前在中國兩山傳來 也是都差不多十多錢 八寶塔 頂頂的這些 應該來台灣都差不多有幾百年了 八寶塔的花順別很漂亮 九曲跟十八學生 它會變花形 還會變顏色 很耐看 這個九曲的題目 就是它這個回形 會開類似高中回形 變化不一樣 所以它叫九曲 十三太保 你怎麼看過八色的 八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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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小時候 我們家的這個九曲 有幾種一支幾條 它是開出來的 這會分紅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拼准 這十廟 九曲十廟 十三太保 十八學士 你說 如果你數字來說 三合肺 四海坡 五寶 百六角 七橋 八美 九曲 才到十廟 就是這個九曲的 哪一個廟 就是 很奇妙 一支條 支條便意 十廟 它開出來分紅要熟 十種的熟 十廟 不是 它就是 九曲有辦法開 九曲不一樣的回形變化 一支花 還會變化一個基條 是 開一種 分紅要熟的 茶花 是 這分紅要熟的茶花 跟九曲都完全一樣 這麼大禮 這麼高中變化 但是 寒流來的時候 它那個 灰斑的外源 還會稍微有 很切的香邊 這也是算這個 十廟茶花的 極食芝 會加邊 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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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香 香邊 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 譬如說 一個麻手滴 外國種的茶花 大家也來台灣很久 寒流來的時候 它會變紫邊 紫色的暈邊 香邊跟暈邊 又不一樣 氣溫的關係 對 溫度 像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邊境 玻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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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時看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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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